今天台股是在中涨过后才补量的 然后这几档标的麻烦您仔细看一下 你看 真的就是盘面上最佳男女主角 因此玉堂请上来 我不禁想问 因为玉堂跟我说 今天量大任门股 集中涨的特色 一个是现在 今天是2月几号 今天是2月8号 2月10号要把1月份营收全部都公布了 可是我业绩很好 提早公布 元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第二类的是法人年后 年前有买 年后继续买 这才是盘面上大家爱的 这是玉堂 为什么年后大家喜欢这两大类 因为第一个 你元月营收好 那市场就会聚焦到 业绩好的公司 如果股价相对好像有点委屈的 那就有买盘去做一个退身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 法人续买股 他就代表说 原先不管是外资投信 年前卡位看 年后回来 他没有变新 他还愿意买的 那就很有可能 他是第一季 法人愿意拉高做账的标的 而且第二类 年后还继续买 他买的是长线的未来 不是买的短线一两天 因此先来看一下第一类 原营收史高 好 像第一个 智原的一个部分 公布出来原营收 应该是去年第四季以来 连续三个月创新高 所以以今年来看 整个IC设计 它算是表现算是不错的 那预估今年应该有机会赚到7块4 我慢慢问一下 智原的IC设计 主要是设计什么样的 比如说像是传输的一个部分 传输晶片的设计 传输晶片 或者否这个记忆体用的 也都有相关 记忆体晶片的设计 OKOK 对那以目前来看 合理的本益比 大概抓到30倍左右 那太景KY的一个部分 主要是在PCB版 那以目前来讲 太景KY今年预估的机会到12到13块 一个股本以上 对那合理的本益比 给它15倍 不过今天的股价 表现比较戏剧性 我们等下会再从江波图去看到 今天来跌停板 涨停板 就容专家 把它说清楚了 一涨停一跌停 再来 好全新的一个部分 主要是连接器的 那它公布出来 运营收也是创高 预估今年能够赚到4块钱 本益比可以来到18倍左右 那力旺的一个部分 主要算是这种细致财 授权的一个IP 这是专利财 对对对 那预估今年的EPS 也是18到20块都有人估 那本益比 其实这个IP授权的比较难估 有人给它50倍 6070倍都有 对那我大概抓就是比较保守一点 先抓50倍左右 不过呢力旺将近占今年孤老 将近两个股本 对 你知道力旺 为什么大家本益比给它比较高呢 因为它跟英特尔合作了 请看最新消息 力旺跟英特尔合作联手 力旺说这么一合作呢 它要推广更高阶的晶片 尤其在安全IP部分呢 这些晶片呢 是力旺要做的 你看在IP领域 所以我们开始来扫描智原 我们来看一下智原的一个部分 其实以形态来讲 我们看一下 指射这条季线204这个位置 我会把它视为在这一波 比较重要的一个支撑区 因为在前一波 它回撤两次 它都有跌破 马上做一个战毁 所以两只脚 对 那今天这一根红K棒 是站上所有的一个均线之上 我觉得它有一个 转强的攻击味道出现 而且这像不像刚刚庆隆教大家的 富贵险中求 有业绩又跌升浪 所以刚刚就有冲 大家就买进来 对 是这样 所以月线 我们看一下这个景线跟月线 差不多 大概两百二左右 守住多方就OK 它今天涨停板 另外比较意外 你怎么会挑太顶 好 因为它营收也是创历史高 但是今天股价 却是打到跌停板 是为什么 我的解读是这样 因为产业面比较没有特殊的利空 那我会觉得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 可能是法人出现了一些结账性的卖压 你可以看到像今天像外资投信 它是站在卖房的 然后它的基期比较高 因为它在前一波 其实我们要长一点 四十四块涨到一三八 对 那反而如果我们见到营收创高的个股 但是股价却不涨 甚至像太顶 KY这种打到跌停的 那或许当然我不知道背后 是不是未来产业面有什么利空 但是这个就是一个警讯 因为利多涨不动 对啊 那你在操作的部分 就是对于这些营收成长股 你反而要比较保守一点 我懂了 感谢玉堂 人真好 他是故意把 一月营收创历史新高的 四九二七太顶 把它列出来 不是所有的营收创新高 就一定铁涨的了 因此我问您一下 这条的生命线季线 今天是跌破 对 如果这个季线终究灌破 老是不站回往下跌 那就是利多不涨 大家觉得反正没什么期待 可是哦 如果季线往后两三天 又把它涨回去了 那会不会营收的好 它有点挫伤 对 其实这一根K棒很关键 我们放大一下 其实刚刚瑞涵谈的就是 这些股票就是投资人很关心的 如果说这一根K棒 如果以我的经验来看 如果未来三个交易日 它能够突破这个高点 不管它是用红K 或者跳空的方式 做突破的话 那代表你刚刚谈到的 误会一场就成立 错伤了 但是如果接下来的交易日 这个季线 108.5 它一直站不上 甚至不断走低 那我会对这个形态上的这种操作 就比较保守 我要喜欢这种操作教学 所以观众朋友 没有一档股票永远多 也不可能一档股票永远空 都需要学籍钓鱼技巧 再来全新 好 全新的一个 涨停板 对 这个因为它公布营收很好 又创历史高 那我们昨天特别太刀 就是那种均线在高档纠结 那如果说它能够有一个比较明显性的增量 然后一根红棒做突破的话 那很有机会去挑战这个前高八十一块 所以盯着八十块了 八十块防守价缺了 力旺 好 力旺的一个部分 反而表现比较弱一点 那我会这样觉得就是说 因为我们刚刚有带到像瑞玉 或者像力旺 有一些IC设计 真的因为我们时间拉长一点 真的是从去年以来 整个涨幅是非常的多 五百七涨到了二五二零 所以去年索尔利多完全反应 对 那还有第二点 前应该说年前市场都有在一个 就操作的一个想法 卖掉高本益比的个股 去买什么 低本益比 我告诉你 连美国都这样 因为他们要升起收资金 对于一些高科技股 如果高估值的 涨得太凶猛的 高本益比的 他就把它卖掉 对 他会有这个潜在性的卖 尤其他的筹码又掌握在大户 反正法人手上 那他们可能不爱这些股票 你说有营收的支撑 他今天还是不太有表现 所以如果你现在要去操作 的话我会建议先观望 因为整个均线的形态 是比较偏空 那我可不可以这么说 1600关卡盯着看 如果1600或1700能够站上去 就比较有点点跌身反弹 对 有点点 对 如果老是过不去的话 偏弱 对 却偏弱 好 第二类来 第二类就是我抓的 就是说年前他有买 年后回来还在买的公司 那第一个我抓的是这个 金控银行股 我先抓一个比较中小型银行的 王道银行 因为第一个其实现在银行股 纷纷都上来之后 其实市场会去看 有哪一些比较委屈的 没涨到 对 那以王道银行来说 因为今年预估应该有机会 赚到零点八元 那当然因为通常我们评价 金控银行股 比较少用本益比 我们通常用股价 净值比的角度去看 那很多金控银行股 都来到一倍以上 但是以王道银行来说 他还没到他的净值 因为他的美股净值是 十一点八七元 能干股价在这 九九块钱 所以说这种个股 就有可能是市场或者外资 为什么最近会续买的原因 那第二个是这个负产 那今天有新闻传出来 他在micro LED的部分 三星要找他合作 因为mini LED 我们之前介绍过 他已经是苹果主要的供应链 那micro LED 这是更先进的技术 那连三星都传出来 要找他的话 代表说他在这一块的技术 是在市场是要领先的 今天的负彩有新的消息 赶快跟您做一下插播了 mini LED的出货很旺 所以法人评估 负彩今年EPS有机会赚到 6块6 比我估的还高一点 什么高一点 高了1块1 高很多 好 负彩的期待再来 那情城的部分 整天大家有谈 因为伺服器市场是市场所看好 那主要做客制化的机壳 那也是法人今天还在买 那EPS赚到7块 那我给他本益比差不多18倍左右 那最后就是双红 因为散热族群 还是市场上最近人气很强的 那双红也算是法人在年前买 年后回来又在买的 那预估今年有机会赚到18块 那我给他在产业本益比 大概抓16倍左右 那我们来看现在的股价表现王道 好 王道银行的部分 年前有先供一波拉回来 但是年后回来 你可以看到 法人买了 外企买了 还在买 而且股价又涨上所有均线 所以刚刚谈到应该有机会再往进值 比如11块8去做一个靠融 先看一个股本10块钱 再看11块 跟您报告 王道银行今天外资也在买 再来负财 好 我们看负财的部分 也是市场最近热度很高 那他主要是投信锁定的标定 外资也有买 但是投信是买得更积极 年前买 年后回来还在买 土洋同买今天 所以第一个 我会认为以这样的形态来说 已经在这个区块整理了一段时间 所以如果法轮埋盘持续的话 你说过这个97.7 我觉得是非常有机会 95形成了强劲的支撑 有机会再来秦城 秦城的部分也是 目前的股价也是看回不回 那他算是投信外资 投买的一档标的 那目前的一个形态 是属于均线 整理了一段时间 纠麻的话向上做一个发散 那当然他距离五日线正观率 比较高一点 那你操作上稍微留意 逢回如果有接近五日线 再行做成阶级 双红 那双红的一个部分是 还是很强势 因为这个K棒也是连三红的上去 所以目前来讲 法轮的买盘持续的话 或许有机会 往刚刚谈到的一些目标 进去做考龙 观众朋友 今天的玉堂带来的第二章 我觉得真的太宝贵了 画面上这些的标的 几乎都在今天 土洋同买超 他是中午十二点前给我资料的 一点多了 下午的法人动作竟然跟玉堂的看法一模一样 感谢您够专业 请回座 旁边上的亮大热门股 集中两大特色 元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但也提醒您 有些元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像包括这个跟这个 股价反而不太涨 会不会去年大涨一大波了 现在如果再创高 他们也觉得不怎么稀奇 还是卖掉高估值的呢 只要元月营收 股价有涨 比较有点期待 如果位阶偏高 就要请您小心了 但第二章才是真不棒的 法人年后续买的 王道银行 富彩 秦成跟双红 各自的今年预估EPS 跟合理的本益比 银行要看股价 要看净值了 总之呢 今天这一章 我喜欢 因为很多都是土洋同买超的 年后五年操作 麻烦您要更着重操作技巧 不是雨露均震 大家都会整哦 以上结论 玉堂正确吧 完全正确 感谢您了 接下来进广告 回到现场之后 让庆隆告诉您 我信 还是不信呢 大魔叫做摩根三里 之前很看空 二三三零 现在提出了四大理由 翻多了台积电 还说台积电有机会上看七百八 真的可能吗 最麻烦的是怎么办啊 你我手上有台积电 不管是零股了 或者是这个一张张的存股 短线上的或者长线上的存股 我们现在如何应对呢 水下来再 seper了一张张的存股